國際場合開啟中英雙聲道 李克強的死震驚國際 英國BBC報導更點出 可能為習近平帶來異常危機 作為毛澤東統治時期 中國的二把手前總理周恩來 一九七六年去世 政治文化大革命末期 許多民眾為了表達 對文革和四人幫的不滿 有路天安門哀悼 引發四五天安門事件 四人幫採取卑劣手段 五日對在天安門廣場的革命群眾 進行殘酷鎮壓 一九八九年 同樣因為民眾悼念改革派的胡耀邦 引發更大規模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這回李克強的過世 無疑成了民眾對習近平不滿的 另一種宣洩 作為文革後第一批北大聲 李克強再任時多次勇於揪出中國弊端 不只曾強調防疫講求科學 還在強制清零期間不戴口罩 前往雲南大學考察 清明作風跟習近平一比 又天壤之別 習近平如今全力一把抓 老百姓面對自由派代表人物的隕落 加上威權統治 是否掀起另一波民主運動 備受外界關注 三連兄們稍後的報導